现在呢要过年了 今天呢带大家逛一逛北方最大的花卉批发市场 教给大家年少花一些购买技巧 没有啊这个真漂亮 我刚才那个零汁都是假了 全部是粘上去的 就不是真的 你养多少年他还能养 知道就行了 观赏价值特别的高 利格海棠这种开花是最漂亮的 最漂亮的 养护起来也比较好养 很多的话说不会养 但是这个发快递的时候 不好发 发快递容易死 相可来也是我们青州市的四花 除了怕高温 别的没毛病 好吧也很好养 这家是真漂亮 太漂亮了 过年的时候卖的火 现在有点早 这棵北美东青真大 有钱的老板要整这么一大棵 哇塞了 1800非买无洞 这漂亮哈 他这有三盆呢 老母本啊 你自己 自己养个七八年 五六年也能养成这样 东西还会开花 开出来花老好看了 这种东西尽量别摸 摸了以后老板会打人的 好吧 忍住你的手气的手 铜钱草 属龙的幸运草 但是在这种缺乏光照的一个条件下 你看到没 他怎么长都长不好 最重要的是光照 其他没啥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光照不太好 但是你看那个君子兰 他又加了一层遮阳 君子兰是不喜欢强光的 稍微阴一点没什么事 都有花见了 这种都是东北那边的比较多 看这个土就能看出来是东北的还是南方的 福建那边的全部是叶康 东北那边全都是这种橡树叶之类的 好吧 我看这个小红豆豆是这个老板自己插上去的 我在拍的时候他还正在插 哈哈哈哈 都是假的 就玩好看就行了 本来不卖多少钱 又便宜 看到这些个大型的这个盆景我就手痒痒 这个该修剪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字条吗 都涨涂了 该修剪一下了 你看这里剪的像里面那一个一样 秘密的那种感觉 就好看了 已经没有形态了 这种大多是老板看人家卖赔紧挣钱 他也卖 其实自己也没怎么有时间打理的感觉 看到了吗 我们青州有很多土豪都在这么做 很漂亮的这个东西 很漂亮的 我问我问什么这些摊位出租呢 摊位出租他只租到春节 知道吗 春节的两个月就能租出来 将近半年多的一个这个地租钱 省心啊 人家回家过年去了 人家高高的把摊位租出去 不过有 真正实力卖货的老板租过来以后 还是能赚钱 这就是行业里面这个叫年宵节 都这样 我们以前在北京的时候一个月 那时候一年的摊位费 7万多 一个月就租三四万 对就这样 老有人问我花费生意究竟怎么样 好不好做 其实很好做 入行的门槛很低 基本上手里面有个三五万块钱 就可以进来干了 但是呢 这个太需要一些资源了 你看好多都挂摊位出租 现在这个行业就像我说的那样真的是内卷时期 比较难 想做好的话 甘蓝 雨衣甘蓝这些都是 这个黄卉市场实在是太大了 我就带大家溜达到这了 有时间大家可以一起来我们青州玩 你直接导航青州黄卉市场就能过来了 最大的北方 路过我这了 我请你喝茶 好了 白了白了白了 好吃了 花一 养花最然一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见 拜拜